我的配偶欄還是空白的 我很誠實 到現在是空白的 我沒有在年底完婚 我們現在也有在幫公司的小朋友 有一些案子在 不管是他們想要創電影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我覺得有點重擔 那重擔我都覺得我自己像媽一樣 包括他們的心理狀態 或者他們拍戲遇到什麼問題 我都還是會希望比較了解他們 給到一些我自己給過的 就是碰過的經驗這樣子 感情疑惑嗎 他們來我就會說趕緊去談戀愛 蔡島以前教我的 她就說我之前好像問過說 怎麼樣可以拍戲就是會進步 她就說趕快去談戀愛 所以現在小朋友的話 我們就說趕快去談戀愛 我的部分姐姐已經 姐姐經驗那個拍戲經驗 也稍微比較成熟了 就還是在努力認識當中這樣子 還有什麼我可以掰的 我第一次我都掰完了 妳還要問我這些問題 我們晚上深聊了 那就是順其自然 有機會的話當然就會見 順其自然 人旦那時候有發文說 是跟最愛的人一起過 那過年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計畫 過年我今年應該在拍片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時候回來 但是如果不回來 我娘可能又要念 因為不是因為妳知道嗎 因為平常都沒有陪媽媽 所以她其實她的 包括她的新年願望 就是她希望 今年我有很多時間可以陪她 我說媽妳這樣的意思 就是叫我半退休 我說我不要 我現在還可以拍 但是她就是很 就是她很喜歡任何節日 我們就要在一起 因為她平常拍戲的時候 看我們不見 所以我跨年的時候也很乖 我聖誕節的時候也很乖 就是都帶著媽媽出去玩 我想她今年的願望 應該很快已經達成了一半 什麼節日都跟她過一起這樣 對 哥哥媽媽 永遠不回來她就會 她就會這樣哭哭 我覺得越大就會覺得 要花越多時間陪家人 的確時間會越來越少 所以可以的話 就多一點時間陪家人